从2018年2月份开始,中国空军似乎就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。 从今,20到正式六专作战部队,到C35的府邑,兼101推力使用机的出现,中国空军就以正常可见的速度快速变强。 虽然说,贵王15才贵完年,但就在贵民期间,中国空军的一段任何半年视频是特略出一个重要的信息。 一直以来,空军都是我国列为国的一个武艺,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,就出在战机的性能上。 由于中国的现代后起步在西方楼轮软,这也就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都要踪赶西方的脚步,直到中国的军,按时出现,人们才发展。 中国同西方的距离,似乎在一瞬间拉大了一截,作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独立自主人方,并属于大战机的国家。 中国带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。 先,二十的出现也告诉了世界,在中国人面前,短板似乎并不存在,只要中国人愿意花时间经历,它们都会消失。 先,邀灵兵推力使用机的出现,也很好的验证了这一点。 今半年,图中国空军,三地的半年,平中,金石库龙,金,石润和金,二十等新型政经,纷纷闪耀登场,可问相当的任何,但值得注意的是,就在这段空军半年视频中,有一个小细节,出现了我国金,二十的发展状况,金,二十在金银间有好事发生。 在视频中,一名叫白龙的飞行员,就格外了人注意,因为他在大年的时刻冲,红手2018,也经历了很多,也收获了很多,完成了自己2018年的梦想。 2019年是练兵备战的一年,正是白龙完成的这个2018年的梦想,向我们特略出了一个有关心,二十的另好消息。 在2017年的中日合约军上,驾驶国产间,十六动机的白龙,就实现了自己的新人欲望,在杨维南驾驶中国最好的战机,成为中国最好的飞行员之一。 而现在他不仅实现了这个目标,还在不动向前进步着,先,二十飞行员白龙而白龙,能实现任务也特略出一个讯息。 我国的五动机飞行员培训计划,正在稳定的进行当中,同时我国坚,二十战机的产量也得到了保障。 毕竟在面对越来越多的F,三十五战机,坚,二十的产量是我们一直都在关注的事情。 从原委总师给二零三五年坚,二十的话中就可以知道,坚,二十在未来一定是成续力发展的,同时成为也在去年的时候传出过消息,坚,二十的第四条卖动生产线将在2019年开启。 而从现在的状况来说先,二十的产量应该不成问题了,尽管目前先,二十的适量到底有多少,我们都不知道,但可以肯定的是,在美国的F,三十五产量积分的情况下,我们又能弄到什么地方去呢? 正如网络总师所说的,中国航空技术的发展,一直在路上,最终,